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n't try doing what I do in my video 电击危险所有观众设物模仿 Hello,又是我尖刺师兄 今次和大家开箱的就是这个 瑞登的数字式可调电源供应器 这个品牌也挺有名的 很多外国YouTuber都有拿来开箱 我无意之中看到它的生产品有早料优惠 所以就买了它回来 順便开箱给大家看 这一盒是瑞登最新推出的Power Supply RD60-100 它的最大输出是直流的60屋18A 废话不多说 立刻开箱给大家看 终于都看到真身了 先拿它出来 我是买了有WiFi的版本 可以通过WiFi连接手机或者电脑 去做一些设定 或者监察电压电流 所以就有这个WiFi模组 跟机有些配件 例如这个TypeMature Sensor 有一对线耳 以及一粒25A的Fuse 只有面板 难道要拿跑? 其实它是有配套外壳的 我就选了一个短的版本 因为土地问题 我们看看外壳跟着什么配件 有接线端子 当然就不少端子用的线 有一个开关 一套胶脚 一套胶脚 和一堆螺丝 看到这些配件 都猜到这个短版本的外壳 原本设计就是外置电源的 不过 我就打算改它做内置火牛 有主机 有外壳 更差一只火牛 我又买了一个短版的外壳 放不进一些大的火牛 怎算好呢? 幸好我找到这一只牛 这只牛 应该是当年买软件的时候跟来的 因为插脚不对 所以就放在那边 没有再用它 看看规格 19屋 3.16A 平时最多都是用12屋 1-2A 这只火牛 刚刚好 就用你了 超级 超级 先拆开 先拆开 顺手就剪下线尾 现在就刚好 处理散心线 我就习惯会帮它们打针仔 一来接触就会好些 二来线心都没那么容易断 1-2A 下一步 2-3A 3-4A 3-5A 3-5A 好 好了, 火鍋部份就完成了 這個POW10P是用模組化的設計 所謂的Wi-Fi版本 其實就是放了一塊Wi-Fi模組 萬事決備開始組裝 由於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改變主意 將它變回外置式的火牛 所以這隻火牛 都不會用一些破壞式的方法去安裝 最後決定用索帶固定它就算了 電源線就用最傳統的方法 打裂去固定它 焗機殼實在做得太好 所以面板要用少少力才可以安裝進去 裝好面板 接著就裝一個溫度感應器 用高溫膠紙把它黏在火牛上 讓它感應火牛的溫度 來到最後一步了 將火牛輸出 駁在面板上 這樣整個組裝就完成了 好棒 好棒 有聲音 大家想看 請看 好棒 我們到處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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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電 開機 沒出煙沒著火沒爆炸 接著就做些基本測試 喂 大佬 明明設定9屋輸出 他錶都算是9屋 但錶頭只有8.99 試試12屋 都是11.99 你想怎樣 試試3屋和5屋 都是差0.01屋 不理會了 裝上機殼 第一次測試表現 令人有點失望 插條USB線 接著電腦 試試軟件功能 對我來說 軟件真的沒什麼用 唯一好處 接著可以很方便 自訂一些常用的電壓電流設定 因為如果靠面板去設定 真的比較煩 最後有個我有些期待 但實情又沒有什麼用 功能 就是改個開機LOGO 試一下WiFi功能 首先 把通訊接口 改成WiFi 改成WiFi 然後重新開機 這個設定才會生效 連接到電腦 比起用USB連接 都是方便 但功能更加少 改成WiFi 改秘標 都是不可用的 雷登這個Power Supply 雖然有很多很獨特的功能 例如高電壓 大電流 又有個專門充電的接口 還可以用USB WiFi 連接電腦 或者手機APP 去控制Power Supply 但這些功能對一般人來說 真的沒什麼用 起碼對我來說就沒什麼用 唯一好處就是 可以自己組裝 像我這些要面對土地問題的人 就可以把殼盡量做到最小 而且配套的外殼都不差 有興趣的師兄可以想想他 多謝看我這個分享 如果覺得有用就記得讚好和分享給朋友看 有什麼問題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記得訂閱頻道和按鈴鐺小鈴鐺 店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